香港人想櫻花不用再飛日本、台灣了 不過還是要到機場附近 這裡是東沖網吃辣椒機場 昂平360攬車下的櫻花林及櫻花大道 天氣回暖櫻花盛放 原本沒幾個路人的圓環天天都擠滿遊客 今年真的很大規模 大很多人 很熱鬧 當然當然不夠人家來 這隻櫻都不是那些櫻 以香港人來講有這些都OK 香港最茂盛的櫻花樹海是機場管理局 2021年推行的機場島遠景提升項目 包括在觀景山下及附近道路 種植了近百棵廣州櫻花 春暖花開進入響櫻的最佳時間 浪漫粉紅的花海配以攬車在上空經過的美景 在非假日都信了全港各區的民眾來打卡 也要仍是特別帶同寵物一起來 香港實在周圍都有的 有這麼大嵐 香港可能是第一次 除了櫻花樹 機管局去年也在機場路 種植了近三百棵黃花枫林布 預計三月就會花開聖芳 以上是駐香港記者李敬華的報導 海華XO干貝醬 這一罐很厲害很威好嗎 它的蛋白質是雞啊牛啊蝦的三倍 這麼好的干貝醬要去哪裡買 是我們上我們的中天快點購的電商的網站 搜尋你就可以找到囉 好希望大家愛用喔